陆金生 咱们一起毁灭 两只小蜜蜂啊 飞在花虫中啊 飞啊 桑妍 是张经理啊 你们是不是磨成了 这怎么一有电话来 他就觉得是桑妍打来的呀 这小兔崽子也是 打小就是臭脾气 一直都没变 瞧把他妈折磨成啥样 甭打理他们了 酱油买回来了 别 这是小蜜蜂 蜂蜂 蜂蜂 飞在乎 赵云 喂 脏蜂 是你妈 妈 是我 你个小偶崽子 你这两天给我死哪儿去了你啊 啊 吓死我了 啊 明天上午 你到陆金生家里等我 为什么呀 你赶快给我回家来 妈 我已经查清楚了当年的事情 你听我说 明天你一定要过去 咱们在那儿见 我先上火车了 桑妍 桑妍 说可能我一定会把我给你看 我已经做到 你必须要说 我才能说 对 你什么事 你懂我 你不懂我 你不能够 慕容到你 我又有力气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后你就会知道真相了 走 陆总 你这一天去哪儿了 公司材料呢 我想您还不知道呢吧 我离开前 已经送到有关部门了 少爷 是你背后做的手脚 为什么 你别信 陆副总和东霖公司已经被检察员控制了 对了 您的妻子呢 我昨天打电话约好的 应该一起过来呀 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我想是不是有些人心虚了 不敢出来见我们呢 真没想到 真没想到 年纪不大 倒是比长辈有心机 真是你们三家的后代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家金生当了回东郭先生 养活了一匹小狼 妈 陆总 您和您的妻子 想知道这些天我去什么地方了吗 我去了三个地方 小时候 我和我爸爸一起生活过的林场小屋 在那里我挖住了爸爸留下的遗物 这本厚厚的日记 根据里面爸爸提到过的 我找到了十里沟 那是你爸爸下乡的地方 我想 这也是你的伤心之地吧 我四处打听寻访 一些还健在的老人 都记得当年那个知青二分队 而且当年的王队长还健在 老天真是有眼 王队长给我找出了很多 知青返乡前的照片 其中 还包括这一张 妈 这张照片 我干了 我为什么要去十里沟呢 因为爸爸的日记里有这样一句话 十里沟的那段岁月 还有那个女人 让她刻骨违线 王队长告诉我 当年照片上这两个人的关系 很多人都清楚 他们是恋人 但是男的要提前返程 女的只能留在你 别说了 为什么你不让我说出 当年那些往事 答案只有一个 我想您的丈夫也不见得了解 现在我只想问一个问题 如果你们是恋人关系的话 那么返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爸爸的日记里 我看到了这样一段话 六月十五日 晕 我没想到会碰到她 那一刻 我的心蓬蓬直跳 流了一身的汗 没事 我怎么办 对 来 咱们 没有 对 赞 赞 大排 可爱 赞 赞 la排 我打了 我打了 你先打了 醒来的学习 这么多年了 我以为忘记了他 六月二十日 阴 有雨 淑灵问我这几天 为什么神情恍惚 跟丢了魂似的 我该怎么跟他说呢 张永远用悲哀的眼神看着我 中午吃饭的时候 他质问我为什么 不跟他一起返程 幸好 那个时候树林没有 没有在意 很明显 我爸爸当时根本不知道 你返程之后会来到这个厂 会跟他同一个车间 你暗迪里找过他对吗 你跟他不想断绝关系对不对 你给我出去 出去 我有得想 强暴的事情从何谈起 你给我滚 金生 你让他们给我滚出去 你让他说 你为什么跟他说的不一样 不 丧慕之后 就是想报复我 他不想让我再拆散他们的家庭 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和他之间的关系 真的 金生 妈 你发生事故的那天是几月几号 为什么要问这个 告诉我 这真的很重要 是六月二十八号 我说的 你也想不能让你 不然从这一两天 他也为他有一个判断 作词 你 估计 我对鸟 我对你 这样的 可能吗 你胡说 这都是他编出来的 都是你编出来的 你 你别说话 你爸爸已经忏悔了 说他对不起你妈妈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去第三个地方的原因 老张照的家 妈 老天真是帮我 老张照还潜在 他诚实了这一点 真的吗 我爸跟他说 当年插队时候的恋人来到他身边 想要跟他重温旧情 这样很影响到他的工作和生活 为了我的妈妈 为了能够不影响到他的工作 他请求组织把张调走 我要说明的一点 当时我爸爸在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岗位 工业催化剂 操作员 他的神情恍惚 使得他的工作充满了危险 老厂长告诉我说 如果多加一点 就会 继续 他就帮着你要对他的工作 别理想 他只能对他 未经许多慌 你独立 我向来 这就是我爸爸最对不起我妈妈的地方 你听懂我吗 所以我妈妈就一直带着我守在劳改农场外疼啊疼 她找到了半岛工的工作位的是能够离我妈妈更近一点 我不 季晨 这都是谎话 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知道我这辈子是怎么过来的吗 我被你谎言骗了一辈子 我知道 你是真喜事故的受害者 我的妈妈告诉我说你在床上躺了很多年 你很痛苦 你可以怨恨我爸爸 你可以误解我父母传统好了来害你 但是你为什么要编造被强暴的谎言呢 难道只有这样 你才会恨得更痛快 才会让你的丈夫更加地折磨吗 你有想过我妈妈的感受吗 你有想过她的感受吗 你想过吗 大爷 不用再说了 真的不用再说了 是吧 是吧 我们的事 还是 还是 就是 controllers OT 傍 先生 陆金生 先生 警察找你 你就是陆金生吧 我是 我们是检察院的 正在调查你们公司 非法操作土地的问题 还涉及一些行贿的问题 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接受调查 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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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辈子 对得起你了 闻闻 我叫方言 我要自首 三爷 我知道你们要找我了解情况 对不起 我来完了 妈 我会让你失望 妈当着你 妈在家等你回来 去吧儿子 去吧儿子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没有 你 坐下来 你看看你 你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裴姐 三爷不会不满情吧 不知道 干嘛呢 其实啊 他要不去交代问题 我这心里倒不踏实 没别的事吧 批你再去 去去去 大鹏 我好像 不认识我儿子了 全是陆京城给带的 我儿子没变 我原来以为 他跟我是两股道上的人 可今天我才发现 他想我 骨子里想我 你是没听见他今天在陆京城家里说的那些话 他长大了 你下次就长大了 他能护着我 替我遮风打你吗 不管桑妍会受到什么惩罚 他都是我儿子 我都为我儿子骄傲 骄傲 骄傲 陆京城夫妇当时就傻了 甭说他们夫妻傻了 他陈露霖都傻了 厂长 是吗 这就证明啊 桑妍她爸爸没害那女人 要害人干嘛找厂长啊 那桑妍出去这么长时间 就是在查这件事情啊 是啊 桑妍这小子真有两下子 为她妈真豁得出去 我早就说过了 桑妍很厉害的 你早说过 那你干嘛老躲着桑妍啊 爸 那桑妍现在在哪儿 他不会被判刑吧 你问我 我又不是检察官 要是桑妍被关进去了 裴阿姨肯定急死了 她已经急疯了 怎么劝都劝不回来 现在没准在检察院门口等她而已 可以应该随着 你来说她的 她准备了 这是我 我先不跟她说 我先准备了 我先想你 我先不要 有什么人 你别人 你不可以 我先来说 你不可以 我先来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什么 这 你先揣起来自如 这是我 我背着你嘛 咱的私房钱 你有私房 撕什么呀 那 那 那 你怎么回来了 这不是忘了带包了吗 对了 撕啥呀 那个 这 我爸 干涉我私生活 太讨厌了 来 爸 抱抱 爸 爸 婷婷啊 很快就会成为你儿媳妇了 可不儿子 来 妈 抱一下 你这是干啥去呀 我 我跟婷婷约会去呗 好 那赶紧去呀 出去 快走吧 齐步 走 一 二 一 欺儿 好 刚用在刀刃上 我知道 撕啥呀 私房钱 要介绍这次教授 通过三人调查 我们已经确认你是被蒙地的 而且你们墨子里啊 还给我们提供了那么多的资料 说感谢的应该是我们的 好 回去吧 谢谢 再见 再见 谢谢 方言 你有一个好妈妈 她在外面等了你三天了 谢谢 妈 我没事了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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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事了 没事了 妈 妈 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向政府提借人说 改到咱们那会菜棚 原来他们早有这个意思 而且马上就要实施了 太好了 不哭 不哭 儿子 干吗回家 不哭 陆老师 我想了很久 才决定带桑岩来看看你 不管怎么样 我想了很久 你是桑岩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老师 那看我笑话吧 我要是想看你笑话 就没必要到这儿来了 桑岩 说两句吧 那咱在家不是说好的吗 桑岩 我知道你不想见我 这些年 我教了你很多丑恶的东西 可到如今 我自己也自食其果 我不配做你老师 忘了这个老师吧 很多的事情 我已经忘了 我只记着 我曾经有一个陆老师 是他 把我送进学校 是他 每天放学之后给我补课 给我打饭 是他 教会我堂堂正正的去做人 算缓 你以至少是我最骄傲的学生 在我心里头 我早把你当成我的儿子了 我知道 在里边的滋味不好受 其实也挺好的 最近这些年 你的确有点疯狂 正好有一段时间让你好好整理一下你自己 好好想想你过去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希望能看见 原来的那个陆老师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好 请问您找哪位 张晓曼在吗 你找我来干什么 我是想和你好好聊聊 我和你之间还有什么可聊的呢 当然有 你我都曾经爱过同一个男人 对 我也曾经爱过桑木舟 可是他背叛了我 如果你真爱他 你就该知道 他是这个世上少有的好男人 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他从来没跟我提过你 从来都没跟我说过 他当知青的那段日子 我想 你在他心里肯定挺重的 他不希望别人去碰 也不希望我去碰 这才是我最难受的地方 出了事以后 我知道你特别苦 我很理解你 可我就是想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把桑木舟想成那样 你把他想成这样 难道你自己不痛苦吗 你明明知道 桑木舟不可能干出那种事来 那场事故以后 我躺在床上 想了很多 我知道 桑木舟不会害我 甚至我还想过 你也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但我必须恨你 我必须把所有的账 都记在你身上 你为什么 为什么呀 当初 桑木舟回城的时候 曾经答应过 说他一定会把我 带在身边的 可是他一走 就一点消息也没有了 我就天天的等啊 后来 我找到了那个工厂 他已经和你在一起了 我也和他熬了那么多年 凭什么那么轻而易举的 就让你夺去了 张晓曼 那个时候你不也嫁给陆金生了吗 啊 你就为这个 编出这种谎言来 你骗你自己 也骗陆金生 让陆金生跟着你一块苦 跟着你一块难受吗 可以说 你抢走 我最爱的两个男人 你在陆金生的眼里 你是好妻子 好母亲 你能吃苦 你能容忍 你什么都好 自从陆金生遇到你之后 整个人全变了 不可能 他要是变了 在你躺在床上的时候 他还会陪你吗 啊 那是他的责任心 不允许他背叛 他早就厌倦我了 你不是送过他一个杯子吗 他一直在用 你不是给他洗过一件衣服吗 他从来都没有穿过 张晓曼 其实 我觉得陆金生是回来之后变的 他跟他当老师的时候 完全像变了一个人 他变得凶恶 他变得疯狂 他还教我们家桑岩 让他踩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 你说这是什么理论 然后你天天逼他 逼着他害我 他陆金生其实是头羊 你非逼着羊去干一头狼干的事情 你不是想把他逼疯吗 你闭嘴 北书令 我戳着你心了 这就对了 你难受了是吧 张晓曼 我真羡慕你 你有一个爱你的丈夫 陪了你二十多年 他帮你治好了病 你还说他变了 我救你 如果没有爱 那陆金生怎么可能坚持这么久呢 我救你别说了 真的 瑞晓曼 要说恨 恨 更应该恨你的人是我 如果没有你 就不会有那场事故 如果没有那场事故 丧不着就不会死 如果丧不着不死 我的生活绝不是现在这样 但是陆清晟跟我说过一句话 我到现在都记得 他说人生其实很短暂 就像早晨的路时 太阳一出来 就什么都没有了 人何必要有那么多恨 人要学会宽容 宽容了别人 也就宽容了自己 你看看 你家的房子多大呀 我做梦都想有这样的房子 都想有一个 陪在自己身边 不离不弃的爱人 才多好 不管陆今生犯多少年 他都能活着回到你身边 可是 我们还有可能重新开始吗 只要活着 你们就有机会重新来过 我也想和我自己的丈夫重新来过 可我永远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张晓曼 其实我今天来 是因为我去见过陆今生了 看见他了 他好像特别不好 你是他的妻子 你该知道 怎么做 张晓曼 你的窗帘一直都拉着 其实外边的太阳可好了 我想 明天的太阳 也会怎么好 好好活着吧 他还没想到 阿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